那里就是我的方向 而且那里就是能给我带来美好生活 特别害怕看到就是 十年以后的自己的样子 你必须不停地给自己储蓄 能挣能量 给自己不断地加油 就想他肯定对吧 他肯定会更辛苦 这是实话 大家好 我们是资深营销经理 张辉 吴毅 那其实在经营爱多美之前呢 我一直在传统行业打拼 刚刚毕业的时候呢 我是做酒店管理工作 那后来呢 也是想自己创业 就选择了服装销售 那这一干呢 就是近二十年 最早的时候 做服装的时候呢 是早上要四五点钟起床 从农村骑自行车 到我们的店铺 黑的路上没有漏灯的 玉米地很高的 而且特别吓人的 我当时还年轻 那到了我们服装店 把那卷闸门拉开以后呢 把一些要换的货 要整理出来 还要拿个小板凳 然后去我们路口那边 去挡车 那会儿车都是黑车 是没有牌照的 而且是早上那会儿 才能去的 那到了西安 都是人挤人的 我们车里要 一个面包车要拉 十五六号人 然后呢 这十五六号人 还要坐这个车 拎着大包小包的货 塞进来再拉回来 有时候在高速上 开着开着门都掉了 那回来就赶紧开门 就不吃饭 不喝水 赶紧开门 理货就来客人了嘛 就开门了以后 就有人进来 陆陆续续 我们就开始卖 开始一直到晚上很晚 回家以后 家里有什么吃什么 以前真的是这样过来的 大家都觉得 你做生意 为什么赚到钱了 我经历的真的是 真的是别人没有经历的 别人在店铺里没有生意 就聊天啊 打牌啊 打麻将 我开这个门 我就是为了改变生活的 我没有别的跟别人可以比 但是我可以下苦呀 我可以吃苦呀 那时间跟精力 对于每个人是很公平的 那随着这么多年的一个打批呢 我的生意也算稳定 每个月呢 也有固定的营业额 但是呢 传统的这个服装销售呢 并没有因为我店面不断的扩张 我的压力会变小 相反呢 面对着不断上涨的租金 还有人员工资 其实我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的 互联网经济其实现在对我们实体 也是冲击蛮大的 它也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非常的庆幸 这个时间我看到爱都没 确实他做服装很辛苦 有时我们也需要补一些货 自己去开车去先 经常是就是上午去 下午三四点的时候都没有吃重午饭 那是经常的 很深刻有一次我就已经饿到 我觉得我眼睛都快看不见东西 我都发晕了 我觉得我都能饿成这样子 我就想他肯定对吧 他肯定会更辛苦 真是实话 哎呀 我上大学呢是读的军校 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去到了空军部队 那转业之后呢 又回到了地方政府工作 做了十年的公务员 可以说我一直没有从事过 其他任何以外的行业 那么现在像我这个年纪呢 我觉得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上有老下有小 然后尤其是经济压力特别的大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的这种工作性质 它是属于日复一日的 就是一眼可以看到老的那种生活 大多数的人他都会觉得这个是个稳定的工作嘛 但是就是这种稳定是我最恐惧的 因为我特别害怕看到就是十年以后的自己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的内心也一直都有一个想要创业的一个梦 那么自从我了解了艾多美之后呢 我就深深的被公司的文化所吸引 被它的产品品质感动 也被艾多美实现顾客成功的目标所折服 我就认识到经营艾多美事业呢 不仅仅是帮助别人的事业 它能够让一些人通过艾多美 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 另外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 也能实现我自己更大的人生价值 所以我就觉得 这真的是我一直寻找的一个创业机会 所以我就果断的辞职 跟我妻子一起来经营艾多美事业 因为对于我来说 如果没有选择艾多美的话 那我现在依然肯定是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每天就是被大量的文件呀 琐事呀包围着 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那么我就觉得像我现在上班啊 每一天我都不会觉得是在 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嘛 我就觉得就等着一天结束嘛 那对明天来也没有什么期待的 就没有什么期待 就第二天你还会干着 跟今天一样做的事情 所以也没有任何的期待 那夫妻共同经营艾多美呢 我觉得首先呢 我们可以一起商量 然后一起讨论各种问题 那解决的方案也会更加的细化 那我们自己呢 本身在市场上投入的时间比较多 也很辛苦 那一起的话呢 他既能当我的事业伙伴呢 也能当我的司机 那让我呢 会有更多的时间 跟他去从事更细的伙伴的工作 帮助伙伴去处理各种问题 那我们真的是 因为爱经营艾多美 吵架也少了 相反感情会更好了 我曾经有无数次想放弃经营艾多美 真的是 我说的是心里话 每天面对市场各种压力呀 包括伙伴的不理解呀 各种辛苦 有时候分享的时候哈 真的是一天水水都喝不到嘴里 声音都是嘶哑的 但是呢又是啊 看似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成果 特别心里不平衡啊 真的是这样子 但是呢心里这样子想着 手上还在不停的回复会员的各种问题 其实真的 我觉得爱多美带给我的 也不仅仅是这种金钱上的满足 真的是一种分享美丽的价值感 传统的思维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当前的这种挑战了 就像我在小的时候吧 我的父母会告诉我 你要好好上学 你必须要考上一个好大学 你将来才会有一个好的工作嘛 那于是我也听话照做 好好学习 也有了一份好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不过是个工作而已 依然没有能够解决我生活中的很多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现在所承担的这些负担呀 经济压力呀都没有很好的解决 我就觉得爱多美事业呢 它是真正站在了一个时代的前沿 所以这是我非常看好爱多美的一点 我也坚信通过我的努力 我一定能够在爱多美收获一个非常均衡的人生 就是我们都已经两年没有看过电视了 你们信吗 我们从今爱多美那一刻起 我在无意间好像就把我们家的电视插头给拔了 到现在都没有插上过 这是我们俩真实的经历 我觉得真的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 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忙成这个样子 是每天都特别的忙 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 基本上都是在做着跟爱多美有关的事情 因为每一天都24小时在一起 基本上不是爱多美呢 就是爱多美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吵架有失也是因为爱多美 那比起我之前经营我的传统生意呢 更多了一些安心 我会觉得我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加坚定的一个信念 或者是一个憧憬吧 我越来越相信爱多美肯定给我能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所以每天都充满了能量 那在当前的疫情下呢 很多人都在担心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也好 自己的行业也好 会不会被替代 那对于这些人来讲呢 爱多美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也有呢 把爱多美这份美好的事业呢 传播下去的使命感 那梦想呢 我就是希望通过爱多美 能让我实现时间自由 还有财富自由 我也希望能跟着我一起的这些伙伴们呢 都能通过努力 最终在爱多美获得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 我觉得 被人尊敬 对 我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受人尊敬的人 那聊到计划的话 我想未来我们 我想跟我的伙伴一起 我觉得我们应该紧跟着公司的脚步 把这个供应事业做下去 这也是我内心一直的一个梦想 我觉得我自己是因为爱多美重生的 所以我必须要将这份爱继续地传递下去 那爱多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生活 美好的生活 爱多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美好的生活 对对对 今天爱多美就有安全感 就觉得很安心 因为我每天在奋斗嘛 而且我能看到那里就是我的方向 而且那里就是能给我带来美好生活 你必须不停地给自己储蓄 能挣能量 给自己不断地加油 自己给自己加油 因为老师也给你加油 然后伙伴也给你加油 但是自己这一点特别重要 自我成长 自己想要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自己想要放弃 别人再想拉你 你都手都不伸的 所以我们还是在自己这一块还是要下定决心的 坚持 下定决心以后就是要坚持 不是很轻松的就可以成功的 任何行业都如此 不只是在爱多美 是的 尤其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公司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 特别好 你像我们线上的这些课程 线下的研导会 给所有的想要经验爱多美事业的人 我觉得都是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支撑 都是帮助大家在取得成功 我就觉得以我们两个的经验 我就想告诉大家 只要大家坚定信念 坚持 就一定会在爱多美取得成功 就害怕你半途而废 觉得遇到困难我就走开 其实在我经验爱多美看来 困难来的越多也好 因为我们就这么多困难 就是这样一个目标 困难早点来 我们早点解决后边就是很平坦的 路越走越宽 就是这样的 困难一定是有的 没有困难的生意是很可怕的 事业更是可怕的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困难来了 不要害怕 坚持住每一天在不停的积累 在不停的分享的话 这个事业一定会成功离你越来越近的 我们一起坚持 加油 加油